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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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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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猪狗不如的东西 放我出去 连生别闹了 连生别闹了 别吓着孩子 你们两个给我滚 畜生猪狗不如 滚 一段猪狗不如的东西 滚 把门给我开开 小儿 把药匙给我开 真的没有啊 开门 连生 我已经知道 你和皇府的事情了 我已经知道 我知道这个孩子 是他的 我会尽快给你们安排婚事 安排婚事 你安排婚事 给我看看 你要是把我嫁给他 我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你要不信 你要不信你就办个婚礼 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我一头撞死给你们两个人看 畜生 一断畜生 狼狈雷剑 给我滚 给我滚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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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沙 你不得好散 陆沙 你还信不信我哥呀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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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哉 山哉 师父 无弥陀佛 大奶奶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最近咱们家二爷身体不好 所以就到乡下来清净清净 您屋里坐 来来来 屋里坐 屋里坐 好 方丈 多日不见 气色真好啊 二爷 气色也好啊 乡下地方是简陋了些 请坐 家里的丫头都出去了 所以也没有人特意赐好您 大奶奶 能自立 是好事啊 荣华富贵 那都是过眼烟云哪 是 是 方丈 您今天过来 几年前有一位女施主 到静修寺上香 她在观音大师面前请愿 要求能赎清她的罪面 希望在她归天之后 能够还原事情真相 我打听了一下 这位施主已经过世了 我想也应该是 还原真相的时候了 我不明白 您的意思 大奶奶可还记得 为大奶奶皆生之人吗 您说的是蔡吻婆 二十年了 这件事情一直被封存着 直到我发现了这个 老身称蔡 娘家姓左 是个吻婆 老身一辈子为人皆生无数 勤勉过活 无愧于心 唯独对龙家的事 心中倍感内疚 十几年来 此事缠绕心头挥之不去 当年老申 替龙家大奶奶接生 那个孩子腿上有块胎记 龙大奶奶急促中 并未认真识变 便让老申将孩子送人 老申却在望山崖的小路上 和一名叫新儿的女人相撞 新儿急促中 抱错了孩子 后来龙大奶奶要回孩子 老申惧怕不敢言 将那新儿之子给了龙家 而真正的龙大少爷 却不知去向 老申为了此事内疚不已 又不敢说出实情 可断人血脉乃是下地狱之事 老申请求菩萨保佑 保佑老申能洗清罪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老那 望二爷和大奶奶知晓真相 我绝不会对其他人多讲一个字 世间之事往往如此 将错就错 也未必是错 一切都看二爷和大奶奶的了 老衲就告辞了 谢谢 候补是我们的儿子 候补才是我们的儿子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的 怪不得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就觉得很面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不可能 她的名言 她的神情 她才是我们的儿子 她是我们龙家的儿子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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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可能 是 是蔡文坡 她骗我们 她故意跟我们出难题 不可能 蔡文坡已经死了 一个死人 会出什么难题啊 后补是我的孩子 不会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余奴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林盛第一次见到后补 她是怎么说的 她觉得后补就像她的哥哥 那么熟悉 那么亲切 那么像一家人 林盛 林盛 她 他们是亲生的兄妹 你 后补是我的儿子 怪不得 武生喜欢针灸 都不喜欢做生意 那次你病了 看见武生 还以为是方絮翁 他就是方细翁的儿子 老天爷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做错了什么了 管后补不是我的儿子 可你想想 我们对后补做了些什么 二十年了 我们为方家 养着他唯一的血脉 我们来 方絮翁在天之灵 用我自己的手 残害我自己的儿子 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害死了我大哥 我占有了自己的嫂子 我陷害了方絮翁 引家几十条无辜的生命 这是报应 报应 报应 武生要为方家报仇血恨 而我自己的儿子 却失去了一切 财产 老大 亲人 儿子 甚至是自己的畏惧 触觉 和视力 而女儿的 却爱上了自己的亲哥哥 我们在这儿 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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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那我做找找找找找找 你可不得合不计 不计划 你干吗 你可不计划 所以她是有件事 你会计划 你可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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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了 我们要去找后仆 我们要去找后仆 后仆啊 娘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真想把殿卖了 我们就搬走吧 娘 我们还没有把杀人凶手 绳之依法呢 是啊 等龙家的人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们就搬走好吗 好 我的好孩子 终于露出笑容了 你们又来干什么 这儿不欢迎你们 趁我还不想杀人之前 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我 我们有重要的事 又想杀什么人 我还不想杀人之前 装得还挺像 你们龙家 别的不行 也细罪拿上 我们真有事 我们能进来吗 进来吧 我还能去哪儿 逃命呗 不过 亏了虚翁在天有灵 我掉下了望山崖 我还能去哪儿 还能保住我和孩子的命 当时你跌倒了 你撞到人了吗 是撞上了一个女人 不过 我没有被撞坏 我逃过了你们的爪牙 你们为了杀人灭口 竟然连孤儿寡母都不放过 你生了小孩以后 你有仔细看过吗 我当然仔细地看过我的孩子了 他身上有没有胎积 你信他吗 什么胎积都没有 后仆生下来 像花玉做的孩子一样 娘 后仆腿上有一个胎积 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什么胎积 后仆腿上什么胎积都没有 这绝对不可能 后仆 这是怎么弄的 难道您忘了吗 我一生下来就有的 这 这不可能 我知道 我今天所说的 不可思议 离习 当年你从我们家离开以后 半路撞上那个女人 她行菜 是个吻婆 当时在她手里抱着的 就是我们龙家的亲身骨肉 是我们俩的亲身儿子 她却被你爆走了 后来又被关大夫收养 我们龙家的后代 什么 你们两个人疯了吗 疯了吗 你们又想搞什么花样 你们连这样的故事都编得出来 你们又想搞什么花样 说我是你们的儿子 这样骗我我就会感动 我就会到警局撤销你们的案子 会放弃对你们的控诉 你们做梦休想 后仆 不 我们没这么说 你没这么说 你却这么做了 你们编出这个故事来 你们是我的大仇人 却变成了我的亲生爹娘 我真的很佩服你们 你们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话 我真佩服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无法当成的 为了龙我生 你们不惜用这种手段 你们回去告诉龙我生 我一定要他偿命 我一定要他和皇甫俊杰 绳之以法 滚 你们快回去告诉他 滚 侯婆 走 侯婆 滚出去 滚出去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呀 侯婆 侯婆 给我滚 告诉龙我生他做梦 侯婆 那封信是蔡文婆亲笔写的 由靖秋寺的方丈作证 侯婆 侯婆 我不求你做任何事情 我 我不求你去撤销控诉 我也不求你饶了五生 但兴儿你要知道 五生才是你的亲儿子 我不是要的 侯婆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们去问方丈 她不会骗人的 别说了 她不会相信我们的话的 不要说了 不 侯婆是我们的儿子 侯婆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兴儿 侯仆不相信 你该知道啊 侯仆身上有个胎计 而武圣身上毫无瑕疵 兴儿 武圣才是你儿子 侯仆 侯仆 你才是我的儿子 才是龙家真正的血脉啊 娘 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 你身上的胎计是怎么回事啊 我 我确实在望山崖和一个女人相撞过 娘 他们是在骗我们的 不要给他们蒙了 口婆 我们什么也不要求你们做 我们只是来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的 这怎么可能的 后普 无论怎样 你应该亲自去问问静修寺的方丈 求证一下 总是有好处的 好孩子 就算是为了娘好吗 好 好 好 都不愿意 习宫 那可不愿意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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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宫 我不愿意 有什么话仅可以对我畅所欲言 方丈 我来是想向您求证一件事 这件事十分荒谬 但他们说 是您带给他们这消息 你是那个星儿的孩子 是的 不过 据他们说 说我是龙家的 这消息是您给他们的 您看起来 像是位德高望重的僧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说呢 孩子 我觉得出家人六根亲近 不应该为了钱 而是做违背良心的事 你说得很对 我不是为了钱 这是一位施主的遗愿 他生前不敢说出实情 希望在他归天之后 能够还原真相 不 这整件事都是你编出来的 这些事是 我能告诉你的事 我没有一句谎言 不可能 巨头三尺有神明 在佛祖面前 我没有半句虚言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是龙家的后代 我怎么可能是龙家的儿子呢 阿弥陀佛 后来 你为了 他在佛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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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个人 我第一次要的 你怎么可能是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会是我的爹娘 我不要见他 我不要见任何人 我不要听任何话 都是被龙家人害死的 可是疯子 这个世界疯了 都疯了 那么晚你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又去抽大爷 又去赌了 武圣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等你到了无法自拔的时候 你想回来都回不来 一切都晚了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我听下人们说 药铺已经转手给皇府了 荡铺也是他的 连有一些田产 也在他名下 武圣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 女人家别管那么多事情了 我不管那么多 你是这个家的主人 你告诉我怎么办 现在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呢 我什么时候让你吃不上饭了 你要是没钱花了 去账房支不就好了吗 武圣 我说过好多遍 皇府这个人不是好人 你别再跟他一起了好不好 静心 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放心 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小月儿也在他那儿 我怕他照顾不好他 你不用操心这个 那是他的责任 他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我困了 我先去睡了 我困了 我先去睡了 我困了 我先去睡了 我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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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厙着没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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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不方便就 특별动了 我这手势好不了了 大夫说你是气血攻心血脉不畅 只要及时治疗 还有痊愈的可能 你就别多想了 要不是你在我身边 我早就死了 活着真没意思 又不知道后扑现在怎么样 我都做了一些什么 我想做了一场梦 梦醒了 什么都没有 家产没了 孩子丢了 我真没想到 我这一辈子 竟然会落得一无所有 你怎么会一无所有呢 你还有我 你怎么会有的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可以过我们喜欢过的日子 我 我就是不甘心呢 不甘心过苦日子 我不是不甘心过苦日子 我以前没架过门来 我不是过的也是苦日子 我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对 对 都系把年纪了 还有什么气厌不下的 我不单是为了我自己 也不单是为了你 我为的是后谱 总要给他留点什么吧 如果无声再这样 我就跟他硬到底 你看 你都这样了 你还要干什么 这件事我一定要好好想想 来 亭元 找个人 去把五声叫过来 你放心好了 没多久 他自己会来的 龙少爷 外面有个姑娘在找您呢 谁啊 是 好像是大少奶奶 无声 无声 谁啊 无声 你找谁啊 你 无声 你还是没人啊 放开 无声 无声 滚开 无声 滚开 滚开 干什么你们了 你怎么来这儿了 没事吧 这不是大少奶奶吗 都围着干什么呀 该干嘛干嘛去 走走走 来来来来来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来找你 你找我有事吗 你还找 我 我不收了 大少奶奶 来来来来来来 男人在外边干事 女人就应该在家管家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你不是好人 我不许你带回五声 你不许我 五声是成年人 谁能干涉他 你别冤枉了我这个好人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把他带到这儿来 我饶不了你 景夕 景夕 回家 回家 走 来 咱们回家 走 慢走啊 少爷 景夕 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答应过我你要戒烟的 我知道 可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过程吗 而且 而且最近我心里的地区很烦 五声 我很害怕 你怕什么 我怕你会变成我师父那样 你还要知道 你还要怎么办 我承担自己的招枉 你还要紧着 你还要紧着你 我让你赵的 我静下来 这是男主人 让你少年 无声 我现在就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再敢去哪儿 我就离开你 永远也不回来 不 我不去了 我再也不去了 我现在就跟你回家 我再也不去了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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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熙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虽然现在家里 当不合药铺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田产 我已经跟田四爷说过了 我准备用一块地 跟他换一件门面 做一些药材生意 也好 无声 一直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 你说 我知道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死 他就在不远处 对 他一定就在不远处 你能帮我找着他吗 我一直都派人在打听着 那就多派一些人打听 他一定就在不远处 我在夜里 我仿佛都能听见他的哭声 他在找我 无声 等我们找到他 我们三个一定要好好地过日子 我不求家里有多么的富有 我只求平平安安的 我明白 我明白 那你就快点好起来 好吗 好 我 我没事 你去忙你的吧 我想自己看一会儿书 好 你去忙 我 你来 你来 我去忙 你去忙 我去忙 我去忙 家里从来不吃剩饭的 就是 大奶奶不在 她还真管起事来了 真把自己当你主人了 就是 以前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是做丫鬟的 那时候还不是我们呢 就是 等等 过来一下 大家给我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这个家我来当 不管大奶奶之前是什么规矩 我现在的规矩 就是大家的规矩 大家也清楚 龙家现在不比往日了 赚钱不容易 每一厘米都要好好地珍惜 往日龙家对大家不薄 现在也该到了 大家同甘共苦的时候了 谁要是不愿意听呢 可以告诉我 立马就可以走了 如果留下来的 就必须听我的 从今天开始 从这一顿饭开始 大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这饭热了给我吃 别愣着了 自己忙自己的吧 不得了 海长奶奶 我们坐好了 您过去看一下吧 好 您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什么呢 你快叫救我 给我点烟 我忍了一天了 给我点烟 给你什么呀 没钱要什么 我不是刚给了你两块钱吗 你自己看看 什么 老东西的印章 你自己看清楚了 没有他的印章 这个契约就是废纸一张 谁都买卖不了 什么印章 我不知道 这个老鬼跟我玩这个 我告诉你龙武圣 赶快把印章给我搞回来 否则一根烟都别想抽 这样 先给我一点好吗 我明天帮你要回来 不行 我一定会把印章要回来的 现在真的不行了 我求你了 给我 我一会儿就去 一会儿就去 一会儿就 好吗 给我